市区是一个因计划经济而诞生的小城 外头的人很难进来 而里头的人很难出去 仿佛一座围城一样 这便是我的家乡 秦山 就在这个地方汇聚了各种各样 特色的早餐店 小店 各种特色 以及我们青山人都知道的炸鸡 还有水饺 还有各种杂物 我们走进去看一看 哪个棉红窝 哪个 哪个 哪个苏角 就在哪 3.5 3.5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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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这个档口就是他们家的豆皮 这个档口就是油条 换洗涂油饼 各种糯米鸡 重饼箱子我从小吃了辣的店 以前在这个地方排队买箭包 读书的时候 然后每次来要加这个蒜蓉 然后他们家还有特制的辣椒 大蒜 这个是我的吗 这是你的 然后他们家 对了 妈你对了 你那碗还怎么回来 我叫牛肉的 嗯 吃了 老板 试多少打多少 你别打多少了 我自己煮的牛肉 你看 牛肉片都没炒饭 可以了 可以了 老板 我在这里吃了好多年了 从小就吃了 大大 味道好好好 你肯定知道有个品价的 这个就是面窝 面窝 等下我们吃面窝吧 这个薯角 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没有啊 就在你们的城市有没有这个东西卖 或者说你们那个叫什么 在你们的城市那个叫什么 我们是要占那个粉丝吃 而且一定要多占 那肚皮你们应该都知道 肚皮 肚皮是我妈妈的最爱 肚皮 今天我们就不吃肚皮了 因为要减肥嘛 吃到了 我们今天吃拉面 给你们看看他们家的拉面 太多了 拌不开 我要先吃一点 来 你看看 老板要送我一碗 死活着没让他们送 我把钱还是给了 太熟了 真的 而且一定要加香菜和豆和蒜泥 拉面才有灵魂 我先知道是不吃牛肉的 吃不起 这种店在这里应该开了二十多年了 我读高中的时候翻过来 就在这边给我找 我们家的煎包 拉面 刀鱼面 豆皮 油条 就是门口那一圈炸的都很好吃 而且他们就是拉面白吃不厌 我从小就是吃这个拉面读书 所以我对他很有感情 这里对面就是武刚八中 现在叫刚成八中 然后我以前在 港都中学 读书 这片很多的都是学生 学子在这边过着 这小学生 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 都有 所以可想而知 下店多么优秀 周围还有很多的 居民区幼儿园 追口味千嘴百炼 而且他 他夏天的时候这个 你搞一碗凉面 然后再吃一点豆皮 再喝一个冰的豆浆或者是冰的 嗯 绿豆沙 非常爽 朋友每次吃了这个 来中间吃东西 就总觉得还在读书 总觉得还在读书 以前那些同学啊 一起考试啊 打游戏啊 打篮球啊 这个食物啊 他总能通向你的回忆 我记得我们早上的时候来吃肩毛 来排队 又想多睡一会儿 又想吃 又怕吃到 上个月的时候 老师一转身 哎 我们就把肩毛往嘴里一塞 又回头嘴巴就不嚼了 就老师在黑板上写写东西 然后老师也回头 看老师再过去 跟老师豆子豆涌 老师还说是 今天谁买的肩毛放了酱 他已经闻到味道了 然后我们初学老师来过去搞了一个 还说 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下次给我带一碗 这样一讲 有点想同学们了 我同学们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推荐的店 地址我写在视频的下方 就在我们青山最大的一个菜菜场皮吧市场 也是在我家的附近 甜管子牛肉面也在附近 我们家的周围还有特别多优势的店 好吃的店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把想看打在公屏上 打在弹幕上跟我们留言 多多跟我们互动 然后我们下次再来探探我家旁边那些